好 欢迎回到新台湾的星光大道 我们带你来插播这个最新的消息 因为日前有周刊报导说 高雄县长杨秋新下个月初将会要宣布参选高雄市长到底 而消息传到高雄市长陈菊的耳里 陈菊就感态说为了选举 伤害了他和杨县长多年的感情 有了一些情绪 我们来看看 不会认为 我认识杨县长非常长的时间 当然难免因为市长的初险 那我情感上我非常不愿意跟他竞争 不过今天因为初险 造成肉干的大家 过去很好的情感受到伤害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惜 非常的可惜 不过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好 对于这个杨县长也有可能会参选 大高雄的这个声音出来之后 我们刚刚看到了陈菊的反应 沈大老你怎么样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根据我这两天的情知 不只是杨秋星 许天才也一样 如果是大牌的 比如说党中央 比如说蔡主席 或者比如说苏贞昌 苏贞昌也很急 苏贞昌听到新新闻的报道 他大概也在乎这件事情 如果他真的参选的话 也影响北部几都的选情 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 如果是这些大牌的私底下 去问这两位的话 他们两位的回应都说 大致上就敷衍一下 好像就说没事 你不用紧张 没什么事了 但是是从他们私底下基层 或者他周边的人 回报出来的 就好像真的要选 那这个我不排除说 这两位当事人是要选 那当然不能说 你现在来问我 我让你知道的 这事情就先提早爆料了 所以他当然去敷衍你 真的是要选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可能性应该不超过一半以上 我认为除非这个整个初选的过程 有很大的瑕疵 让他们没有办法咽下这一口气 要么你看像杨绪新跟陈菊 是同样是新潮流的人 你怨赌不愿意服辱 输输不愿意服辱 这也很能说 但是如果杨绪新有怨不下的 这种不平的事情 我不知道的话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觉得 这个初选输了 就要脱党竞选 这其实是不可及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讨论